第一个当然我先在清单里面建的品名单价 将来可以自动有某个品名自动代数单价 另外这个地区的话呢 是将来可以下拉清单可以产生 那我们刚刚这个编号呢 利用TEST 这个先用RAW-1 外面再包一个TEST做格式化 那未来当然我做完之后 第一个我可以把那个品名这个栏位 整个都变一个下拉清单 也就将来使用者这边旁边 在输入的时候直接用下拉清单就好了 那你可以怎么样 油标放B2 Ctrl 向右向下就好了 直接向下整蓝的选取 当然你也可以整蓝选取 不过会选到蓝位名称 OK然后呢我们接下来做什么呢 在资料里面 资料里面呢 做那个所谓的资料验证 资料验证呢 你可以用清单 也就是这个以后 这一些储存格里面呢 它会自动帮你增加清单 在这个储存格里面 那来源的话呢 当然你就F3 里面呢就是品名 按确定 品名就会自动帮你把它放到清单 所以你会发现 你油标放这边的话 它会自动有个清单出现 那地区也是一样 所以你Ctrl Shift向下 那这个范围呢 一样怎么样 你可以在这个范围里面呢 增加资料验证 一样做那个清单 来源的话呢 一样就是地区 OK 那再来呢 如果说我要自动带出的话 该怎么带出 比如说我输入玩具 它应该要自动带出编号 跟自动带出它的单价 可是目前没有嘛 那怎么做呢 一般的做法是这样的 就是说 你可以把那个 这个当然你 比如说你再复制一个啦 或者你重新再做过一遍 里面我把它直接复制公式 你会发现它会出现 那这边的话呢 理论上一般是怎么做呢 插入函数里面 你可以用什么 用那个检视与参照的V度函数 去查什么呢 查这个玩具 去哪边查呢 F3 因为我刚刚有建了一个品名对照表 这个品名对照表在哪里呢 在清单里面的哪个范围呢 其实就是这个范围 就是我刚刚建的这个 选这个范围之后呢 在这个上面的四窗 这个窗口 输入品名对照表 那未来呢 我查一定是查第一栏 我要带回来的话 一定是第几栏呢 品名对照一 只有两栏 所以我输入二 那把最后一个呢 用完全比对 一模一样 帮我带出来 那这个时候呢 他帮你把玩具查到了399 按确定 好 可是问题来了 你现在呢 如果说你换下一个 你还要再输入一次 所以你如果说要希望怎么样 当我输入了一个查 它能够又自动带出来 那要怎么做呢 当然做法有几个 第一个做法是 你要预先做一些事 不过这个方法当然不是最好 一般的书里面有提到这样的方式 就是你要不就怎么样 直接呢 因为你希望让底下呢 全部都有这个东西的话 那你可能预先做一些事 什么事呢 就是你可以先把它向下填满 向下填满 但是你向下填满会有个问题 当这边还没填资料的时候 它就已经出现了 而且发生错误 所以一般的做法是这样 就是先把这个公式怎么样 先减下 做一个什么呢 做一个逻辑判断 就是那个逻辑里面一幅码 如果这个资料里面是空的 那我还是等于空的 那我自己本身也是空的 反之才是输出这个V2函数 OK 如果像这样子 主要这边有一个空的判断 如果它是空的 那它也是空的 如果它有资料的话 它才会输出 这边也是一样 就是也是要先做逻辑判断 如果它等于空的 那我也是空的 反之才是输入编号 OK 好 那你会发现 我做完了嘛 OK 那如果这边呢 这公司要再向下填满一下 我们拉到第20好了 那如果我这边 向CD好了 刚刚不会嘛 现在会不会呢 你会发现自动带出来了 再一个查 假设又一个单 不过它有一个缺点 就是怎么样呢 你 到了底下 刚刚我做了那个 向下填满 填满到多少呢 填满到20 20还可以 可是21的话呢 就会出错了 为什么 因为21呢 没有填满 那没有填满呢 它就不会自动带出 这两个公司过来 那当然它的缺点是什么 你必须要不断填满 不过有些人 干脆呢 我就从头到尾拉到底下去 从头到尾拉到底下去 不过这又衍生出另外的问题 之前就有同学这样做了 其实也没有不行 只是说呢 你这样做之后 你把它存档之后 你会发现这个档案非常的大 为什么呢 因为里面有预先存了一些公式 那这个不是最好的方法 不过最好的方法 可能要写VBA 也就是说呢 类似的方法 我们假如 我不要预先怎么样 藏一些公式在这边的话 那我可以呢 怎么样 用VBA的方式 自动帮我判断 判断什么呢 如果 B欄里面的这个地方 它里面的资料 有改变 有Change OK 有Change的事件触发的时候呢 那我才自动带出 它一样的列 的那个A栏跟C栏里面的资料 这个部分是自动带出的 所以会有两种写法 那当然呢 如果你有些人觉得 反正这样可以用 就暂时这样用 因为它其实也不难用 为什么 因为你顶多是在向下拉嘛 那你就不要拉到底嘛 你大概顶多是拉到多一点点 这也是一招啦 如果说你没有更好的招的时候呢 这也是一招 OK 那如果说当然你要 把你的那个 希望再向下 向上提升的话 那我们等一下再来看 怎么样让那个 你的这个方法更好 不过如果你用这一招 记得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一定要把你的公事隐藏起来 不然的话 人家一看就知道了 啊马上露线了 对不对 所以呢 你还要先怎么样 把你预先藏好的 这两栏的公事 怎么样 先隐藏起来 第一个 第二个呢 你还会担心一个问题 如果有的人没事呢 乱删资料的话 那你再开始做这边 就会坏掉了 对不对 所以呢 你需要怎么样 需要把它做保护 保护哪两个呢 第一个 公事不要被看到 第二个 资料不能被修改 那你要怎么做呢 这边 全选 右键 储存的格式 OK 储存格式里面的话 有一个就是叫做保护 那保护里面有个锁定 锁定的话呢 如果你有打勾的话 就是保护资料表 那如果隐藏的话呢 就是隐藏公事 那不过特别注意 这边可能你要先按确定 就是全选 全部都锁定 全部都隐藏 然后呢 你只能针对 B栏 按砍授件 这三栏怎么样 让它不要保护 因为这几栏要输入 所以这三栏 选起来 不要锁定 不要隐藏 按确定 再到什么呢 教育里面呢 保护工作表 那建议是一定要输入密码 因为你没有输入密码 它直接 马上可以取消保护 OK 然后这样子 好 这个取消保护它会跳了 所以如果它不知道密码 它一定就不能取消 那我们来看一下 刚刚的问题会发生呢 第一个 油标放在这边 你会发现 刚刚的问题呢 马上就不存在了 公式不见了 OK 所以如果你要用这一招的话 你一定要知道 怎么把你的预先输入的公式 先隐藏起来 第二个呢 它如果要删除的话 按Delete键 无法变更 对不对 因为我刚刚有锁定 所以特别重要 下面隐藏是隐藏公式 上面锁定是保护资料 那再来 如果说你要变更的话 我看一下 这边如果你点它一下 还是一样会输入 它不会因为说 你这边 有里面呢 它这边保护了 它不给你输入 还是一样可以输入啦 只不过你可能要注意一下 你这个加了公式 加到哪里 不然的话哪一天突然 奇怪 下面到了 因为我刚刚只有加到100列 如果101列 那就肉馅了 所以这个你可能要预先 先考虑好 不过呢 我是觉得这个方法 不是最好的 最好的方法 还是我刚刚讲的 用VBA 为什么 因为VBA是自动帮你 把公式填上去 那怎么样用VBA自动填上去 这个部分的话 我们待会再来看 那请各位先试试看 第一个就是说呢 利用清单里面 就是清单里面 我刚刚有在公式里面 名称管理员 加了一个名称嘛 这个跟品名嘛 还有个品名对照表 三个东西嘛 然后呢 利用这个呢 去建那个名 这个品名跟地区的 那个下拉清单 那下拉清单 记得是在这个资料里面的 资料验证里面 因为现在保护了 所以现在没办法 那就是这个地方呢 用清单 去带刚刚的东西进来 另外呢 请你在这边 我把这个 先把它取消掉 发生这样看不到 好 取消掉 然后呢 在这个栏位里面呢 利用V路函数 去抓什么呢 品名对照表的第二栏 然后呢 外面包一个逻辑判断 那我这边的习惯是 如果 这个栏位等于空的 那我自己本身也是空的 当然呢 一般坊间的书籍 或者是一些网络上 另外还用那个 等于空的 它用isblank函数 不过我自己比较习惯 用这个等于空 因为比较 第一个 比较好输入 第二个 也比较 比较不容易出错 因为之前我用isblank 明明它是空的 可是它还是判断有资料 但是这个方法 比较没有出现过 奇怪的状况 OK 那另外一个 这边的话 自动带出的是 那个test 就是用那个 用roll 外面包一个test OK 那请各位先试试看 来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那待会我们再来看 就是说 如果我今天 不要用预先输入 然后再隐藏 而是我要 自动让VBA 怎么样 来帮我填资料 进去的话 OK 那其实这个 还蛮好用的 这个地方呢 比较常被问到了 其实蛮多同学 都有个需要 就是说 当我下拉一个资料 比如编号 自动带出很多栏 其实做法 就是我们现在在做的 我们刚刚是带出 左右两栏嘛 那当然未来 如果说你有很多栏的话 一样做一个下拉清单 让使用者怎么样 去让他去查 他要查的 查到之后的话 自动把他要的东西 用V2函数呢 来自动带过来 但是自动带过来呢 可能就是我刚刚讲的 要不就是预先输入公式 前面用逻辑判断 一幅 那个存在空的 那我预设的东西 都空的 反之的话 我就把公式带过来 但是呢 这个方法 预先要输入资料 待会再来看 就是说 如果你用VBA的话 那就可以不需要 预先输入资料 那怎么做 待会我们再来看 请各位先 试着把刚刚讲的部分呢 先完成 主要大概就是 因为这个后面 其实做的动作 真的就比较复杂了 因为会用的功能 就比较多了 第一个就是 我们用下拉 怎么做下拉清单 第二个 怎么当下拉清单 他有下拉动作的时候呢 自动带出资料 OK 那待会我们再来看 就是说 怎么样用VBA 不需要自动 不需要输入资料的前提下 他也可以自动带出 带出你要带的东西过来 可以试一下